文道跟扎老师做过节目 没做过 这还是初次相会 所以扎老师今天穿上了礼服 我就太惭愧了 我这两天经常见台湾的朋友 有个台湾的朋友跟我讲 说你们应该聊聊杨德昌 可是讲老实话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过一篇评论 说别以纪念的名义消费名人 这里面说 被称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台湾新电影运动代表人物的杨德昌 日前去世了 虽然他可能在大陆 不如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在公众心中的知名度高 但是好像这么一个小众的导演 但是媒体照样不放过 所以侯孝贤不是生气了 背这个包 那天台湾媒体 他就说一句 不要消费杨德昌 那为什么呢 哎呦 我就台湾这个电视台啊 成天到晚的 不是讲杨德昌的电影 侯孝贤为什么生气 人家是个电影 而且很严肃 整天在家里黑板上写满了对电影的想法 这么一很严肃的导演 但是一样不放过啊 就是说他跟蔡琴 什么无性的婚姻呢 怎么回事 真的无性吗 然后还有什么张爱佳呀 还有什么人 全都给扯上了 蔡琴你知道蔡琴最后发表一封公开信 我给念他这封公开信 你就知道说电话录音里数不清的媒体留言都希望我回电 这个时候叫我说什么呢 说什么也说不清楚我的五味杂陈 就算说清楚又为什么呢 而所有人却急着要一篇前妻的反应 我发现媒体啊 真是魂不裂 你骂我 骂我好 骂我不但把这个给登了 登了呢 还配合做新闻 而且还欲遮海眼的 还在旁边新闻讲他们十年无性婚姻呢 对 你说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悲剧啊 就是这个新闻对待杨德昌的方法本身呢 证明了杨德昌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批判 诶文道比较研究杨德昌 因为杨德昌呢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 而且很反叛 他是跟台湾这个社会啊 一直是很若即若离的 因为因为他跟侯孝贤很不一样 就两个被认为是台湾电影的两个大师啊 侯孝贤呢 是很乡土的 是你看到悲情城市那种 他对农地啊 对土地啊 这种感情有点悲天敏人 但杨德昌总是很冷 而且很洋化 我最早我就最早在 看是在美国上学处看杨德昌 看恐怖分子 觉得又很洋化 很欧式的那种冷冷的处理 都是讲的城市人的疏离 印象非常深 和和和 胡小强完全是 完全是两回事 但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杨德昌呢 就是永远在批判 那么所以呢 台湾总是觉得 没办法接受杨德昌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啊 这种对台湾那种 这种愤怒啊 就是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那种感情 你记得恐怖 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 有一句台词 我看了那时候这个难过了很久 就里面那个小男孩叫小四 杀了人 坐牢 那么这个小四跟他几个哥们 平常喜欢唱猫王的歌 唱唱唱唱一天到晚唱 这是他坐牢 他有个好朋友来探他监房了 探狱了 探狱呢 那个狱警不让他进去 他说那这样你给我留个录音带 这录音带是什么呢 里面就录了一首 又是他这个好朋友唱猫王的歌 还多录了一段话说 这我终于要把这个带子 真的寄给猫王了 猫王还真回信了 猫王说啊 很高兴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面 也有人喜欢他的歌 他这个话你想看 不知名的小岛 对 他对台湾是什么感情 然后跟着 片子的结尾就是个预警 看看这个录音带 顺手丢了 所以这个坐在老远小四 始终没听到这句话 没听到这个录音带 杨德昌是什么感情 对台湾 他这种对台湾那种 很孤绝的那种愤怒啊 使得他到最后一部 那个电影 他在嘎那拿了金钟旅奖 一一 那一一 台湾第一个导演拿金钟旅奖 台湾到今天为止 只上演过一场 是他要求的 他要求的 全台湾只上演过 只上一场 我不在台湾放 然后呢 DVD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说我恨透了台湾那个工业 我如果要在台湾搞发行 我就得上那些电台电视节目 什么歌啊 什么歌啊 玩这玩呢 他恨透了所有这一切 这种江湖 那种娱乐 那种无聊 那种浮浅 他恨透了这个东西 结果最后大家 用来迎接他死亡的最后的方法 就是用他最痛恨的这种方法来对待他 就是 我是在香港的电影院看的 一一 我也得说也是只有几个人 人很少 在台湾也是 不是在香港也是冷遇 我觉得没什么人看 但是我记得我有几个大陆的朋友 包括像李陀他们这些就是 呃 做影评 那些好电影节评价特别高 我自己也是 我看了两遍觉得特别好 觉得中国人拍出这样的电影来 真是 但是都免不过 我就说侯孝贤讲的一个关键词 很值得议论 就是不要消费赢得唱 这个消费啊 咱现在真是消费社会啊 你不想别的 就是什么人管你什么 你不知道你是严肃的 你是什么的 你跑不了 你知道吗 人家有的人说我招你惹你 我躲还不行吗 躲的不行 躲的逮你 你就听他们 我没有亲眼见证过 听他们有的记者说 你现在有的报纸啊 在办公室里 我跟你说跟黑社会似的 就是上 该弄谁了 该弄谁了 梁文道吧 梁文道 吵一下他 弄一下他 他消费这个东西 管你高兴不高兴 你不高兴更好 而且说现在 你像中国青年报的这篇评论 就是讲 就是说 不光消费名人 现在发展到消费名人之死 你死了 你反倒是我一个增加点击率啊 增加读者的一个太好的题材 谢谢你死了 给我 而且你死了 你没话说了 对 就我们人怎么弄都行 你记得那个陈小旭死了吗 陈小旭死了 也是说啊 他呀 生前跟某某导演 俩人有过什么什么 真是白孔莫变了吧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后边有一种特别可悲的弱者心态 我不知道台湾我不能说那么了解 但是就从你刚才说的杨德昌的这种 他的电影的批判台湾也好 他对台湾又爱又恨的心情也好 那么就是台湾的受众 很多人不能接受 其实是一种很弱 我觉得是一种软弱的心态脆弱的 因为他悲情 他觉得我已经都这么这么孤绝 这么一个小岛不被世界注意 很难引起注意 你还敢批判我 这不是就他他更没很难接受 我们都是受害者了 你还要骂我们 你还要骂我们 那大陆我觉得也有一种弱者 且不说就是说你死了 我就他就打一个死人 有什么说实话有什么可可可可 可骄傲的是不是 但是活着的时候他可能还要怕三分 那么实际上活着的人 就是说他我觉得他这种弱者身态 就拐了好几道弯你知道 就真的强者 真的强权他是根本不敢碰的 其实你说这个社会里边 是这些明星是真正的强者吗 是吧 其实我觉得明星可能是纸老虎 他享有一些可能点击率也好 还是什么眼球也好 还是什么名望也好 但是这些都是说实话都是很脆弱挺软的 真正这个社会里面掌握权力的 不见得是这些人 我跟你说我当年办过所谓的民办报纸啊 我你都干过这个 我跟你说我今天应该忏悔 我真是经历了 我我广告之后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你你别看我这鸟样 我也是城上旗下一代人 不是叫清皇不接一代人 我跟你说我经历一个 中国广播从录音播出 那个大盘带 录好了播到直播 正好我都赶上一个前后委 我就还经历 我就说当年我办这个民办报纸 我作为编辑部主任 我今天截的真忏悔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 想不太到道德问题 因为是什么呢 比如说哎 我们要解放市场就是市场经济吗 我这个报纸啊自负盈亏啊 我就想让人看 讲老实话再早以前你现在回顾起来 中国的很多比如说文艺报道啊 相对来说你那是一种假高尚吧 但也算高尚 就是比如说采访一个明星 那个时候采访啊 我年轻的时候都是问你的艺术啊 你你演这个电影 你是怎么体会这个角色内心的 后来到香港香港记者就说这傻了 你看他讲这个谁看呢 就是你看香港它是有一种市民的这种逻辑 当时呢你看这报纸要给人看 但是呢 你真的敢打擦边球 你也不大敢 尤其你是个民办的报纸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还主力学香港的 我经常教训这些记者 我说你看香港香港报纸 你老让刘德华谈什么表演艺术啊 那玩谁看呢 你这谈谈他那几个女朋友吗 我跟过谁在一块 我是真的 但是后来我慢慢转过这个弯子来 这玩意儿啊 我我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呃 一般原来那种逻辑 就是说公众人物 你应该承担责任吗 占的便宜的时候你不说了 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我觉得啊 有一些他不需要承担的责任 如果你都让他承担 这个在法律上至少是讲不通的 好比说好比说生活隐私 没有哪个 如果制定一个保护人的隐私的法律 这法律里绝不会说公众人物除外的 嗯 对吗 这是这个 我觉得啊这个你打死我也不能相信这个理 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事实 事实是你出了名 你总得承受代价 但是你要说这事实是对的 我不能同意 嗯 就你你还有没有是非啊 难道说你死了 挖掘你前妻 挖掘你什么啊 这玩意儿正常 没什么可说的 嗯 那你要说你这你你人家这个中青报的评论不也是说吗 他原来也是相信这个理 现在啊看见这个杨德昌啊看见这个媒体 他就觉得一个对名人隐私有着过度需求的时代是病态的 以纪念名义消费过世名人隐私的行为更是什么恶之花呀 就说就说你得想想你这个有点不对劲吧 这种崇拜的方法因为名人是什么呢 所谓的名人或者明星啊 我们想想看这个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所谓的世俗化的时代 嗯 就是一个没有了呃 宗教信仰没有了英雄 没有光环的时代 就算欧洲美国那种有信仰的国家 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 但那个信仰也跟中国不一样对不对 他不能够控制一切 嗯 那些有光环的神明星都退位之后 用来填补这个空虚的位置的就是名人名星 名人名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 而我们大家崇拜他的方法呢 就是不断的去看跟他有关的这些消息 就等于过去要听先知说的话一样 其实这是一种很变态的一种崇拜方法 老师 你崇拜的不是光是他的光环呀 你还是崇拜他 一边崇拜他的光环 一边要挖他的下水是不是 对 但挖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我们现代人啊 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真实的 嗯 就等于比如说以前有人研究 为什么现代人特别喜欢旅行啊 就因为现代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假的 我的生活是不真实的 或者至少是不够好的 平庸的 平庸的 也甚至可能是假 就是觉得没有活出人生的意义 嗯 觉得很怀疑自己的生活 我们对每个别 对别人的生活特别好奇 我们去旅行就想体验一下 比如说完全是为了游客 我不在当地工作 不在当地生活 哎 但是我们说这叫体验生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看名人的消息呢 就是了解人家事 比了解自己家的事还真还着急 你说这个是比我真实 这东西要不说挖掘到这个深处啊 我就觉得这样也挺没办法的 你说我看了这个 我见台湾朋友 我后来也是问呢 哎 他跟蔡琴 怎么可能没有性生活呢 你说这玩意 这怎么说呢 这个 这个其实是说实话 是人性里边一个很自然的部分 我忘了是谁说的 就是说人 他在 这不管是中国人 美国人 台湾人 香港人都一样 就是他在听到另外的人的一个灾难的时候 他的本能的反应是一种高兴 或者他就 因为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有一种安全感证明了 哎呦 灾难没落在我头上 落在他头上了 就像你说那种 他有一种替代性的生活 比如说我这个生活太平庸了 所以我用别人的生活来增加 我的生活缺少那部分 那是什么呢 是刺激 是比如说是反常 我生活太盛常 太正常也很不聊 对不对 要一些反常的东西来 来填补 就像要看那种 惊险的大片 或者恐怖片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 同样是这种大众的消费的文化 我们这也是从 比如说从美国 从台湾传过来 那在美国 我觉得他 还是对富人 有一种羡慕 宠拜 就是这种 这种替代 想象 他就是说 看那些人住那个豪宅 有那么多的美女 游艇等等 旅游 我要是哪天 像他那样多好 他有一种 这种艳陷的这种态度 我们这儿 我老觉得 就是很多人有一种 还是比较 就是阴暗的这种 对富人也好 名人的一种心理 总觉得你能上去的 凭什么你能 你活着那么滋润呢 恨得灾难落在你头上 恨得你要防掉 就拿一个例子讲 比如说最近坐牢出来 那个西尔顿 Paris Hilton 你看这件事 要是发生在中国 你才会怎么样 你看在美国 这事发生了之后 他一开始也让很多人骂 就说那个法官 那个警察 那个监狱长 跟警察 怎么能够随便 让他坐一天就放出去 是不是优待富人 他说那富人 是不是有特权 但后来他就关回去了吗 关回去放出来之后 你看美国那些人的反应 那些民意 这事其实也在消费名人 也是很无聊 对不对 可是呢 居然有人去支持他的 而且美国那些媒体 做这个无聊的民意调查 说有一半美国人 认为这对他是个好事 希望他得到一个教训 以后怎么样 说也还是很正面的 我们想象这个事 如果是发生在中国 你觉得会有一半的 民意调查里面的老百姓 会觉得这到底对他是有帮助的 希望他将来 会有这种反应吗 你想想看 不可能吧 对对不对 不可能吧 你不会有人去 有人会跑到这个监狱门口 组织拉拉队 做他的fans 跟他支持他 说你出来了 什么样 重新做人了 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但是现成都有 就是明星 最后比如说下狱了 然后几乎你底下听的是一片 就是幸灾乐祸的 叫好的可算叫你了 这回他再也起不来了 都是这种 你说这种态度 包括我听说什么 刘德华是不是怎么着 是有一个 说他被枪杀了 就做出一板的新闻来 这就是一个虚构的 有那种地摊报纸 街头报纸 我看见过 我一看刘德华被暗杀 这什么说什么都有 真是 我跟你说 200几年呢 2005年还是哪年 我忘了啊 你知道是一家美国网站 先弄出来的 后来在中国日报网站 经过翻译之后 登出来 成为当年全国网络 这个假新闻里头 特别牛的一条 就是盖茨嘛 别人盖茨死了 哦 对对对 是吗 我听过这 所以说现在就是 这个信息传递的方式啊 特别多 你不光 你得看多种层次的 你知道吗 你咱们说报纸的 广播的 什么 这都算传统媒体 但现在加上互联网呢 互联网再加上手机短信息呢 你知道现在碰到个什么事 比如说也有人 也有人看到手机短信息的积极作用 对 比如说 大门那件事 非典的时候 你知道最早发出来的是手机短信息 对 但那玩意你不能信 他发个段子 说什么死了一半的人 可是至少是个是个预警 人们最后发现最早是这个 可是现在这些媒体都串一串了 嗯 你知道吗 报纸登的也可能就是互联网里摘来的 嗯 这就是所以说你 互联网的东西就可能是某人收掉 收到了手机短信发上去的 手机的这个摄像 你发现没有 嗯 最近就近两年来多少起那个大新闻 风风火火的事 都起源于这个 拍到的 然后送到网上 然后进入主流媒体 都是这样吗 对 不过我 你防不胜防 对 萨达姆这个 你防不胜防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其实像杂姐你刚刚讲那个啊 就讲得很好 就我们现在啊 比如说看这些明星的新闻什么 本来这些处理这种新闻的版面 叫娱乐版 对不对 嗯 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得到真正娱乐的这个神髓 娱乐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 Paris Hilton那个事 嗯 其实外国小报也很发达 对不对 他们也都会想办法去挖 但是呢 他的读者大部分的心态就觉得是好玩 看热闹 呃 有点像以前上海啊 上海以前的明星其实就是妓女嘛 以前上海的小报报道全是这个叫花国消息嘛 啊 妓女的消息 对 但那些呢 他们也都是臭热闹 看好玩 但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看这些娱乐消息 这个心态不是好玩 不是觉得幽默 不是觉得臭热闹 而是像你刚刚讲要施虐 虐待 然后 谁虐待谁 我们去虐待那些名人啊 有点畸形 有一个扭曲的东西在那 对不对 那我你能不能感觉到 这个这个不是好玩的一件事 就那种不是make fun的那种心态 嗯 就是不是来讨个乐子 不是那种意思的 他是 而且有的是甚至是自虐 就是说好像他因为他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有很多发散不出来的气 他要通过这种娱乐的消息也好 他要去得到一个发泄 就走到极端的这当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明星了 就是前些时候不有什么虐猫吗 后来前两天我还看见网上有一个虐待小狗 就是突然在四川哪 人说在街上就一天早上起来 发现一个小狗就砍断了三只脚 还有一只脚还有一只脚也就连着一点骨头 就所有的人都觉得惨极了这个这么小一个小狗 然后大家就去就去就救的 当然最后也没有救不活 但我想是什么人做的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他自己在家里面 我想他或者他个人的生活也好 他的职业是很压抑 或者他的感情生活 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对一个给他施压的那个对象做反抗 他没办法 他只能把这个同样的方式施给一个比他更弱的 那最弱的就是动物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上就是里边他有一种戾气 就像那时候我看有一个讲明末的时候 就很多士大夫 因为他那个明代的那个帝君王老师 要对就是施虐给这些士大夫 就是屏障啊 遭遇啊什么 就是很惨的 惨不忍睹的 他们特别阴暗 结果他自己心里就特别阴暗 他特别阴暗 但是他不敢对皇帝怎么样 最后你看到明末说他还很多是结义之事呢 他表情证明就是用苦行来证明 然后他自虐